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分享摩西为神的全家尽忠 圣经告诉我们说 摩西去西奈山领受神话语的时候 百姓在山底下就拜起了金牛犊 拜偶像了 这个时候神很愤怒 说摩西啊 你由着我吧 我让你的后代成为大国 我要把以色列人灭绝 如果摩西有半点私心的话 他就会说 神啊 凭你的旨意行吧 但是摩西呢 完全没有为自己打算 所以呢 摩西还在山上的时候 就为以色列人向神恳求 求上帝不要发烈怒 免得外邦人议论上帝 所以摩西呢 在神的全家尽忠啊 他是一个忠心的代导者 他服侍没有私信 另外摩西忠心表现在哪里呢 就是他的哥哥亚伦有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献上烦火 就是 是烦祭坛之外面的火 是神所没有吩咐的 结果呢 亚伦的这两个儿子就被神杀死了 献上烦火 这个事情啊 在属灵的意义上 就是说 我们的祷告必须借着基督十字架 也就是祭坛所代表的 我们的祷告 必须借着耶稣的十字架的功效 才能够蒙上帝的悦纳 另外我们在属灵的圣殿 教会里面的侍奉呢 也必须出于十字架爱的激励 才有价值 亚伦的儿子用反火 马上受罚 死在圣所 这个摩西照着神的吩咐呢 吩咐 这个亚伦啊 不要披头散发 撕裂衣服 表示悲哀 亚伦有四个儿子 亚伦刚一上任 头一天就死了两个 亚伦的儿子 也就是摩西的侄儿 但是摩西完全站在神的一边 吩咐亚伦啊 不能表示悲哀 意思就是承认 神这样降伐是对的 如果表示悲哀呢 就有受委屈的意味了 所以呢 摩西完全喜欢神所喜欢的 恨恶神所恨恶的 神认为要惩罚的 即便是自己最轻的人 摩西也没有怨恨之心 这也是摩西的中心 另外呢 摩西蒙召的时候 他对神说 我是捉口奔舌的人 上帝呢 叫亚伦帮助他 因为亚伦的口才好 后来摩西任命之后呢 这个后来啊 带领以色列出埃及 过程中摩西讲话 比亚伦还多 那可能日子久了 亚伦会不会心中 有些不好受呢 因为百姓都听摩西的 另外呢 摩西的姐姐 弥利安娜 是圣经中最早的 一位女仙之之一 她也有神的话语 所以米利安和亚伦说啊 难道耶尔华 但与摩西说话 不也和我们说话吗 换句话说啊 难道只有你摩西 一个人是权威吗 我们的意见 不可以受到尊重吗 所以摩西啊 受到了哥哥姐姐的攻击啊 但是摩西呢 默然不语 后来上帝显现 责备米利安和亚伦 结果米利安呢 长了大麻风 整个以色列人的行程呢 受到拦阻 摩西没有因此 心中暗暗得意 哎呀 这个对方应反对自己 而受到神的责罚 他没有洋洋得意 他反而为米利安祷告 求神医治他 长了大麻风 求神医治他 结果呢 神就医治了米利安 所以我们看到 摩西的宽大胸怀 这些都是摩西的中心 但若我们学习摩西 在神的全家敬重 愿神赐福您